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闲战报社 说起健身,大战脑海中浮现的一般都是人们在健身房里 会汗如雨的清醒,以及各种充满质感的健身器材 而在加纳有这样一所健身馆,几乎没有任何专业设备 而这里的健身爱好者,却依靠着各种山寨装备,练着了一堆最好的肌肉 不过小编告诉你,就会有着肉配发量的结实肌肉 几乎完美地出行,建议自信的眼神的非洲小哥 只是非洲摘卖了一个贫穷村子里的普通年轻人,你姓吗? 三层是营营狂热的健身爱好者 身在非洲贫困小村的他,别说健身房了 就是像样的健身装备,几乎都没有 但是这样也没有难倒他和他的朋友们 石头,轮胎,汽车零部件,甚至是泥巴 在他们手里,也能变成各种健身器材 没有专业教练,三层有机会就和伙伴们在网上学习健身知识 力求把每个动作做到最好 酒瓶成衣,他们的三层越来越专业,身材也越来越好 负面而来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这个破烂的健身馆也成为了这个小村里一道浪漫的风景线 现在由于媒体的报道,他们的灵气越来越大 人们被感动的同时也纷纷轻囊相助 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器材和场地 而三层在加纳先生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可以说是十分励志了 好吧,希望地球人不断的坐摇,让我们继续吐槽 事件如此枯燥,新闻也需要请调 还有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